新北市欢乐耶诞城今年已经迈入了第三个年头 今年从登区的设计到活动的规划都特别注入了大量的童趣元素 包括这次周末假日登场的悠悠台的哥哥姐姐们 还有如果儿童剧的精彩表演 还有11月30号的一同来漫步 将要带领小朋友一同逛登区等等 另外市民广场上还有大型的游乐设施和装置艺术 要让小朋友和大朋友都能够尽情欢乐的过耶诞 今年以童趣为主题的新北欢乐耶诞城 即将在11月22号点灯后展开一连串的活动 首先上场的就是童趣耶诞同乐巨献的精彩表演 在记者会上小朋友最熟悉的西瓜哥哥 蜜蜂姐姐以及如果儿童剧团 以短剧的方式介绍一系列的活动内容 并且邀请大家一定要到新北市政府的市民广场 来找圣诞老公公 耶诞老公公他每年都一定会到一个 很特别的地方 对 我知道了 妳是说会有一棵很高耶诞树的地方吗 没错 而且街道上面都会点满很漂亮的耶诞灯 重点是这个地方到了耶诞节的时候 就会举办好多好多 跟耶诞节有关的活动 在哪裡 就在新北市战谷广场 新北市观光旅游局表示 从十一月二十二号起市民广场前的 游乐设施会正式启动 而且这个周末假日一连两天的 下午一点到晚上八点 还有各式卡通人偶和悠悠台的 哥哥姐姐们会一起带来 精彩欢乐的夜诞秀 七月二十二号晚上七点就可以体验 我们四项主要的游乐设施 那当然就是刚刚今天重点的一个介绍 七十三号二十四号 从下午一点开始的一个游乐会的活动 大家可以看到所有哥哥姐姐们 还有这么多的卡通人物 全部都会来共同参与 另外十一月三十号登场的一同来漫步 则是专为小朋友设计的灯区导览活动 邀请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一同漫步 在市府周边的美丽灯区 而十二月十四号则有精彩的马戏采接 希望大家能在充满幸福同趣的耶诞称 敬请欢乐 我们十一月三十号 我们有一同来漫步 就是我们有特别为小朋友规划 我们灯区的导览活动 另外十二月十四号 我们还有我们的马戏采接 所以这么多这么多的活动 目的就希望说 把我们新北市的欢乐阅诞城 把它营造成是一个大朋友 可以重温旧梦 我们小朋友可以尽情的玩耍的 一个幸福而同城堡 市民广场上的旋转木马动了起来 幼稚园小朋友抢先体验 大家坐着旋转木马 各个笑开怀 新北市政府表示 除了一同来漫步需事前报名 其他的游乐设施和装置艺术 从十一月二十二号开始 都会开放使用 届时周边灯海也都会亮了起来 欢迎大朋友小朋友 一同来感受欢乐的夜旦气氛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 新北市采谋报道 请不吝点赞 转发 顶废话